国庆城国商海外华人抗议中共暴政,美国华人在旧金山中国领事馆前焚烧五星红旗,中共党旗和习近平向CK设,9月30号,全世界多个国家是多个城市的华人,包括美国的旧金山,纽约,华盛顿等,还有多伦多,东京,哥本哈根等, 举行11国商日抗议游行活动人们焚烧中国国旗,中共党旗,还开着贴买反共标语的汽车,进行游行其中美国旧金山的抗议活动规模比较大,美国西部时间9月30日下午3点,是中国10月1日,清晨6点旧金山一群华人聚集中国领事馆大门前, 以举牌抗议中共暴政和焚烧五星红旗,与中国党旗的方式,来纪念他们称之为国商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旧金山中国领事馆前的集会,由多个中国民运组织联合举办。 参与活动策划的杜宁,来自中国西安他说中共政权是以一种捏绝人性的方式建立。 中共是一个非常残暴的政党,建立一个非常残暴的政权他们的国庆日。 就是我们的国商日杜明表示,今天他们带来五星红旗和中共党旗,还有习近平的标准,像要在集会结束时焚烧他说,正面五星红旗,他们认为是他们的劣势鲜血感红的我们认为是国民的鲜血感红的。 所以我们要烧掉它来显示我们的愤恨,在六四屠杀中被解放军坦克碾断双腿的前北京学生方正来参加集会方正,是旧金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华民族的灾难,从这一天开始。 中国共产党站起来了中国人民成为贵下的奴隶,我们不承认中共伪政权,我们要结束中共对中国的统治,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这是我们要表达的共同的心声,前89年运吉林省学生领袖赵新说,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表达我们非常坚决的态度,就是反对中共暴政。 打倒倒倒行逆施的习近平特朗普总统,在联合国说,要全球共同抵制社会主义。 中国体制内外的人士,我们共同发出最强烈呼声,如果不把全民公敌习近平打倒。 中国就没够好2013年,曾在北京参加新公民运动,的李刚说,我是新公民运动的参与者,我们要求中共官员公布财产。 结果很多人入狱包括,我也入狱半年多,不过现在形势比较乐观。 因为全世界都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包括特朗普总统也说抵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顺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来自中国温州的青年胡金伟指出, 中国的所有的灾难,都是中共带来的把共产党铲除中国的问题才能解决。 有人说共产党下台了谁来执政呢? 我说,你想多了共产党邪恶到这种程度。 任何人执政,都会比他好八九名运北师大学生领袖陈天。 十七年流亡美国他说,我们是中国难民。 我今天在这里呼吁全世界,关注中国在海外的难民我们一起结束中共的统治。 早日回到我们的家园这个世界虽然很大,但是我们不愿意在外面漂泊。 我们应该回到中国去集会结束时,这群愤怒就金山华人高呼口号,并点燃五星红旗,中共党旗和习近平的标准,像这些象征中共专制统治的图腾。 一瞬间便在火焰中化为灰烬三十日下午,加州另一座大城市洛杉矶的华人,则以另一种形式纪念国商日,他们驾驶搭载中国民主女神像和巨幅标语的几十辆汽车。 浩浩荡荡穿过市中心到达中国领事馆那场面,是从来没有过的纵观特约记者CK。 则边申华网边郭渡,相关报道民主沙龙,2018年12月18日,六四人物原木去世。 官方称其共产主义战士特鲁多中国居加拿大公民,不可接受中国热评,孟晚舟事件走向非西美方如何反制中国入侵万豪,2018年12月14日,中国在非洲大撒币。 美国如何示好零八宪章十周年,与改革开放四十年腾标中共体制内汉奸,知多少高薪美中关系四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专题。 吹嘘风桥惊艳习近平柴辽雅刘青,美中共时孟晚舟案,不会影响贸易谈判评论,零添加评论。 打印分享电邮同步广播库,新疆大规模,转移穆斯林集中影迁甘肝肃。 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接受调查山东上千老兵维权与警激烈冲突新疆镇压史。 王震杀人如麻为何犯冰冰不用坐牢? 中国最高检要求,严惩侵害幼儿园儿童犯罪,联系我们点滴的书页馆。 妈妈的鬼门关中国最高检要求各机关严惩侵害儿童犯罪习近平,为何对文革? 请有独钟高薪编辑,推荐民主沙龙,2018年12月18日。